外媒关心花莲强震后台积电状况 毕竟4月3号上午地震后 竹科马路旁挤满科技厂员工 还有人穿五成衣站在厂房外 竹南园区立基电台积电部分预防性停机 台积电说明4月3号地震发生后10小时内 晶圆厂设备复原率超过7成 新建晶圆厂向晶圆18厂复原率超过8成 虽然部分厂区少数设备受损 影响部分产线生产 但主要机台包含所有自己外光围影设备都没受损 根据了解全台主要晶圆厂包含台积电 世界联电利基电南亚科华邦和旺宏 几乎都出现生产线破片与停机 以各业者每个月营业额估算 全台七大晶圆厂在0403强震后 生产线上的晶圆价值损失超过百亿 现前CNN专访台积电时 副总也曾谈到 只要有地震 工程师就得回公司 显见地震影响不能轻忽 外界担心强政签动挥达AI晶片制造 还传出向三星等国外记忆体厂为此暂停报价 对此回答发声明 表示跟供应商沟通后 预计这场台湾数十年来最强地震 不会对供应链产生任何影响 台湾0403强震牵动全球半导体供应 外媒也提醒 关键晶片制造业集中在容易地震 加上地缘政治紧张的台湾 相当有风险 TVBS新闻中华报导